在机场亦有不少旅客 趁着一年四日的假期 出发到外地旅游 未出发先兴奋 机场离境大堂一阻人头涌涌 航空公司柜台大排长龙 未能在清明节前后请假自制长假 仍然有一年四日的复活制假期 有市民说就合一家人 可以一起放假出发去日本 最主要就两个小孩的假期 还有爸爸的假期都很难就 所以刚刚好今天 可以大家一起出发 亦有三个家庭相约 一行九人去台湾 三家人一起去旅行 已经说是六年前了 松手肯定会松手 因为始终大家都在这里吐了这么久 观光、吃饭全部都会加 我想一个人平均都要一万多元 港币这样算 这个去大阪的陆夜团 领队避免入境日本的时候等候太久 提醒团友做好准备 填定入境申报和准备二维码 到时看哪一条队快点 除了日本 东南亚国家 例如菲律宾也受欢迎 这个情况是特别的 因为想和姐姐回乡下 因为姐姐一直都没回过乡下 她要探家人 我们一起去玩 今次是放宽所有防疫措施后的首个长假期 机场安排多了职员 协助旅客使用智能登记柜台 希望疏到人流 无线理事记者 叶子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